大家好 这里是马尔的编辑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0日公布 今年1月 台湾地区外销订单金额475.1亿美元 同比下降19.3% 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 台湾外销订单连续5个月负增长 岛内媒体分析认为 近期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高 恐持续影响外销接单表现 据报道 岛内厂商对于外销前景不是乐观 预期2月整体外销订单金额将较1月进一步减少 另外2022年第四季度 台湾制造业产值为4.1万亿元新台币 年减4.01% 结束了此前连续8个季度的增长势头 岛内舆论指出 经济数据显示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经济 短期恐难蓬勃发展 岛内企业面临多重的压力 工商团体竟然凭就两关系 能源政策及净零弹牌等向台当局建言 但许多建言如同狗废火车 左二进一二出 多数至今未能具体改善